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又會算是好辣醫師團 外觀無恙 身體卻出狀況了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隱藏問題最恐怖 病入體中不自知 好辣軍團們 又曾被哪些病症糾纏呢 一般小婦的不善同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大家最怕 就看到外表是好好的 他身體已經海撩撩 這醫師要告訴大家有哪些隱藏的風險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 好 最可怕的其實是 沒感覺這些器官生病都不會痛 我們腸胃科醫師 我要提一個是 有一個B型肝炎的 40歲的工程師 因為我們通常要求 這些B吸肝的患者 半年要來做一次超音波檢查 可是他乖乖第一次來 半年後再來一次 兩次做肝臟都很好 他自己也覺得身體很不錯 抽血也都很健康 半年後再請他再回來回診 他就說他不要來了 他覺得他很好 他沒有任何不舒服 結果等到下一次再看到他的時候 是10年後 那10年後他發生什麼問題 他覺得人好像有點 那肚子有點脹脹痛痛 他就先去診所 當作腸胃炎開一點藥 可是他慢慢覺得有點怪怪的 是 他上廁所的時候 尿怎麼變成像紅茶的顏色 他覺得好像肝可能的問題 趕快再回來我門診 我一聽他描述就覺得 大勢不妙 超音波放上去肚子一看 一看就10公分 那這因為他10年都沒來 這個時候轉到外科去 那外科一看10公分慘了 柚葉幾乎要全部切掉 又有點肝硬化 這時候沒辦法開 決定要換肝 當時我們的親屬捐肝還不行 只好他到外地去換肝 結果很可惜 兩個禮拜就過世了 其實B型肝嚴重病 變成肝癌 是可以很早就可以查之的 因為我們在沒症狀的時候 就可以做超音波 超音波可能最小 1公分就可以看得到 應該很早就可以偵測到 那因為 為什麼要每半年 其實沒症狀都要做 因為肝臟沒有神經 你可能長到5公分 7公分 你還沒有感覺 可是因為超音波 一看很小就可以找到 早期就可以處理了 我相對應的同樣的病人 同樣的B肝患者 我有一個病人 2公分就找到 20年前開完刀 現在還活得好 真的他上個月才回來追蹤 我要跟他恭喜 陳老師他國小老師 老師恭喜20年來開完刀都沒事 所以我們在肝癌有一個分界 3公分以下叫做小肝癌 3公分以上是大肝癌 那這個只能怎麼樣 就是定期做超音波 來追蹤去找到 所以B肝的患者真的 每6個月 一定要回來做一次超音波 抽一次血 沒事才能夠比較放心說 我身體還好 因為他不會痛 第一年 第二年 檢查都沒事 他是B肝有時候忘記 有時候你比如說 有人要2年追蹤的 可能事情一忙 一回合一看已經4年了 都忘了 所以我們日期常常也會忘記 瓜哥 我們衛教師是 半年一定打電話 一定要通知他好幾次 不回來就是不回來 那可能他覺得沒事 因為不痛不癢 覺得沒感覺 所以一旦有事情就來不及了 那我自己是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是因為我有說過 我有胃潰瘍 但是我發現我有胃潰瘍是因為 我後來 我才發現我胃潰瘍 因為胃潰瘍其實沒什麼感覺 你喝多少水 沒有 沒有 這一定是喝酒喝 吃辣子才會這樣 不是 我那個好像 我第一次的食道潰瘍 好像是因為 濕那個膠囊有沒有 水喝得不夠多 我都覺得 黏住了 對 黏住了 然後他就灼傷 然後我原本胃就沒有這麼好 所以胃脹氣這些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我等於是因為後來吞咽喝水 覺得好像每一次喝都濁痛 是那種濁熱感 然後我去看才發現說 我食道潰瘍 而且也胃潰瘍 後來就是吃藥 吃那個 你就是因為吃藥的你才燒酒 沒有 後來就喝那種 因為後來會多喝水 然後重點是我們會吃有一種像胃 胃 胃胰乳 對 胃胰很好的把胃酸降低 那個潰瘍就慢慢就會 像胃乳的 要讓觀眾清楚 不是說我在吃肝藥 就你怎麼配的 我配酒 這樣人家會以為我真的都要去一下 要吃肝對不對 對 那像我自己也是之前就是 其實都好好的 我也不覺得有怎麼樣 但是就有一天開始會發現 但因為我以前也都會這樣 就是痛一痛 然後睡一下 一下下就好了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是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不對 我已經開始 我痛到我整個腳在抖 然後我老公說不對 就趕快把我送去急診 其實我人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痛也慢慢緩解 我都已經想好 我等一下要回家要吃什麼了 然後這時候 那個醫生就說 我們要驗個尿 然後再讓你回去 結果一驗尿 醫生突然跟我說 然後我想說 那為什麼不行 怎麼可能我 對啊 我覺得我生理期才 剛來過怎麼可能 結果 檢查這樣下來 會是子宮外孕嗎 我要住院 結果醫生說 沒事啦 你就只是那個 那一次的 醫生就說 那你就回去好好的 就是調養身體 然後 你回去以後 會有一些什麼 再出血啊 或者是 肚子痛 是正常的 因為你才剛發生這樣的事情嘛 我就回家 然後醫生安排我 一個月後再回診 然後我就回家 回家以後 又聽醫生說的 出血沒關係 痛沒關係 忍一下過了 但是就這樣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有一天 我痛到直接昏倒 然後就救護車 直接送去究竟的醫院 一去 那個醫生了解了 我整個這樣的狀況 他說 不對 你就是 你根本沒有留掉 醫生真的來不及 就是沒辦法等了 我那個狀況已經是危險了 所以直接是 當天直接禁食 隔天第一刀 就要處理掉 對 所以其實蠻嚴重 而且我是嚴重到 因為我的肚子裡面都是血 然後累積了太久了 所以我的整個腸道 全部都黏住了 沾黏了 所以我那時候 不只就是處理了 子宮外孕的問題 還要處理就是 腸道沾黏的問題 但妳知道妳懷孕了那時候 不知道 對嗎 不知道 對 完全不知道 除非有一種可能 她唸了有兩條線了 可是因為妳平常不會 沒事就去唸 除非妳真的是 已經覺得妳很久都沒有來了 還是說子宮外孕 不會像一般父母這樣 那種症狀 其實也會有 也會 子宮外孕也是懷孕 只是她跑錯的地方 所以初期懷孕的現象 也是會有 子宮外孕的典型特徵 就是六週左右 可能會有一點異常的出血 在六週之前 她可能沒什麼大的不足 那以妳的經驗 一般這種發現是 她到後面流血才發現 因為現在大家警覺性比較高 所以如果早一點來 我們會偵測 她的懷孕指數的成長與否 我覺得她可能是運氣不好 有一種叫做 持續型低指數的子宮外孕 就是她的抽血可能不高 如果她那時候住院抽血 就高起來 然後又看不到東西 她應該會被留下來 繼續追蹤 可能她指數已經掉下來了 對 有掉 我猜是掉下來 所以她的醫師才跟她說 沒事可以回去 那就是運氣不太好 叫做 或者 或者是低指標 大家有一個概念 生病一定會有症狀 會察覺 就跟你另外一半 如果有外孕 你一定會察覺 這句話是永遠不成立的 但是你仔細去想一想 你講一個不成立的話 但是你仔細去回規 其實不是沒有症狀 是有 但是無感忽略 所以我以前常常講一件事 就是醫生講話 他有一個特權 就是隨時講話可以不算話 因為我以前講話了 跟你後天有出現新症狀 我們是不一樣 我直接分享一個個案 其實就非常典型 類似這樣的故事 我有一個18歲小女生 其實就是 最近剛好快要直考了 大家都知道 18歲小女生 她也快要考試了 可是這三個月下來 她就覺得 高三生壓力大就會吃東西 坐在那邊念書 肚子大很合理 可是有一天 她媽媽覺得說 你大得有點怪怪的 還是壓著她來找婦產科 結果一看我們放上去 你的超級波一看 肚子不是只有大跟胖 還有一顆 她說那為什麼不會痛 我仔細一問 就剛剛講的不是沒症狀 是無感 我說你會不會肚子脹 會啊 你會不會吃不太下 會啊 但是因為覺得是壓力大吃不下 會不會排便有點 有點不太一樣 是啊 排便比較便秘 可是我覺得我壓力大 所以便秘 仔細想想 這個也是症狀之一 可是怎麼辦呢 再兩個禮拜要考試了 身為父母親 你覺得要讓她先開刀 還是先去考完試呢 被這個責任又扔到醫生了 你覺得她沒有需要緊急開刀 十公分看起來像良性 你還是考完試再來招貨好了 結果呢 我就說這十公分 我們先看 因為看起來像良性 可是有一點像那種 黏液型的水流 好 那我就說 那你如果突然變不出 沒辦法 你還是要回來 果然硬撐 撐到考完試那天晚上 通常考完試晚上 大家去吃慶功宴 他不是 他就來掛急診 結果一看 肚子長得更大 16公分 怎麼會長這麼大 當然16公分 可能有才兩個多 我記得是 兩三個禮拜的樣子 那有一個可能是牛轉 或者黏液血流 真的可以長很大 接下來就要開刀了 媽媽說 醫生 我跟你講 我這女兒還沒嫁人 其實長得胖胖還蠻可愛的 這飄飄流疤 我想她以後可能會穿衣服什麼的 我說可不可以用微創 我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現在微創恢復比較好 我說不行 第一個她短期長太快 這個有癌症的風險 肺癒卵巢腫瘤 如果我們有癌症的餘率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方法 必須要打開肚子開 整個把它拉出來看 以免它在裡面轉移 結果果然是一個 所以我說那就這樣子 Happy Ending就結束了 媽媽當然後面會檢討說 早知道早點來看 我說萬般難買早知道 那早一點來看 會不會就可以做微創 我說有可能 但是還是要小心 因為我們以前 永遠都遇到 即使你只有六公分 八公分 我們用微創進去看 還是有意外產生 軟巢 惡性腫瘤的機會 那時候就有不一樣的處理 之前有一個 五十幾歲的一個男性病人 他一天起床發現說 怎麼他看手機怪怪的 發現說他看手機的照片 怎麼看都認不出這個人 到底是誰 他的名字 那個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還可以回覆人家的通信軟體 結果他那天也不以為意 早上還按照平常的慣例 去送他女兒去上學 開車這樣子 結果我再看看女兒 這個叫你誰 可是聲音又很像是他女兒 我認的是你 可是你的臉我都看得輪廓都有 眼睛 鼻子 嘴巴都有 可是這個人到底是誰 不太清楚 他就趕快去看眼科 眼科一直看看 眼睛沒有問題 眼壓 視網膜等等 視力都很正常 結果他說不對 你這個是大腦的問題 所以趕快轉到我們神經科 那我們神經科一看 不對 我們趕快去照個 腦部的電腦斷層 結果發現 居然是腦出血 那我問他 他有腦出血 那你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沒有 我那天還很正常 一兩大血壓兩百多 原來這個先生 他長期高血壓也沒有再注意 也沒有再去控制 所以我們趕快給他收住院 趕快給他治療 那把他的那個血壓控制好之後 這個血塊慢慢慢慢就吸收了 那給他安排 復健給他安排這個出院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兩三週以後 他回來說 不是 你那個血 一定是抱血管對不對 對 它是腦出血的抱血管 你沒有 都不用縫 破口會好 它自己就變成一個空洞 變成空洞 那後來它 因為它不算很大的這個出血 那它控制血壓 那個血塊也自己慢慢吸收 血溝溝就好了 那以後它如果再高起來 這個地方可能又要破了 可能是另外的地方 擔心另外的地方破 也可能不見得在同一個地方會破 那它算幸運的 它算很幸運 而且它都沒有什麼感覺 聽我分享一個 有點可惜的一個案例 一個65歲的男性 那他過去也是自認 自己身體都很健康 很少去做一些檢查這樣 那這一次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當然第一個 就先到診所去 第一次看開的抗生素 好了一段時間 但是很短時間 一兩個禮拜又復發了 那診所醫師其實很細心 就幫他掃個超音波 就看一下腎臟的部分 一掃那個診所醫師也嚇了一跳 它發現 後來把它轉到 我們泌尿科這邊來 那我們當然除了腎臟以外 我們看一下塑尿管的部分 它塑尿管其實就好像 那個項鍊一樣一整串 全部都是石頭排滿 你知道嗎 對 其實一般來講 腎臟結石或塑尿管結石 應該會有痛感 突然間成熟了 掉下來塞住 突然間會有痛感 那這種慢慢長 它反而會失去這種感覺 它會自我合理的話說 好像是腰痠 就是最近東西提太重了 才會有這樣子 那比較可惜 是我去幫他做一些 這個腎臟功能的檢查 做核子醫學的檢查 它其實 那其實它大部分 其實都變 造成說它其實這幾年 全部都是靠右邊 對側那顆腎臟在做事情 這樣子 後來我還跟他討論一下 因為那個石頭 是會造成感染 所以其實它感染源在上游 就好像你瀑布上有它是髒的水 所以流下來怎麼樣流 它都是一個感染性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們只要 所以等於是損失了一顆腎臟 所以其實男生其實很少 反覆新泌尿道感染 萬一 比如說你出差去哪裡 就是性接觸感 女生 女生沒什麼 他就是常常會 泌尿道感染 泌力不好的時候 對 男生的那個尿道 至少有15公分長 那女生大概就3 4公分 所以其實女生 比較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造成泌尿道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以前在醫院工作 那有時候患者多 就不容易去上廁所 沒有時間可以去上廁所 那我就會 那我有一次去上廁所的時候 因為我上完廁所 我會習慣去看我的尿 顏色 結果發現 怎麼會是 整個就是嚇到好緊張 我就趕快去掛急診 然後急診醫師就幫我驗尿 然後敲敲我的腰後方 我就說 他說其實你這個 痠痠痛痛的就是已經是 他在抗疫了 我說我還以為是我 晚上沒睡好 就是腰痠背痛 對 或者是我可能 月經要來之前 會有一種 腰痠背痛的感覺 他說其實不是 所以我後來 他就檢查完 確定是腎臟發炎 我吃了一個禮拜的抗生素 才完全好 所以我覺得 腎臟真的是很恐怖 因為你平常不會痛 那這就是 沒感覺的時候 才是最恐怖的 對 所以我真的是看到血尿了 我才知道我的腎臟生病了 對啊 如果沒有血尿 那腎臟就繼續壞這樣 對 那我之前遇過那個就是 無痛性血尿 一個30 還滿年輕 34歲的女生而已 然後他跑來看病 然後他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樣 他說 所以我說會不會痛 他覺得 他說以前有這樣過嗎 他說應該還是結石 所以你之前結石過 那你上次結石後來是 自己掉下來 還是後來有去開刀 或怎麼樣 他說沒有 因為他覺得是結石 因為他 可是我就說 可是那個尿尿會很痛 就是會 腰會很痛 痛到冒冷汗 他說他其實沒有 我說那你怎麼覺得自己是結石 他說可是我爸爸跟姐姐都有 都是這樣子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結石 我們就跑去幫他掃一個超音波 超音波看起來的話 沒有看到什麼 腎臟積水的情形 可是在那個 腎臟的包膜的下面 就看到一坨東西 那一坨東西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好的 也不是那種水流 就是很均質的圓弧的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長不好的東西 所以就去幫他安排電腦斷層 那電腦斷層看了之後 確實長一個像腫瘤的東西 會整了泌尿科 後來泌尿科去幫他做切片 確定是 那基本上 他這一種無痛性的血尿 其實才是比較危險的東西 他這個腎臟細胞癌 其實已經三四公分 然後後來泌尿科有建議他手術 我後來不太確定為什麼 他後來沒有接受手術 無痛性血量 他腎臟本來也是裡面 跟肝臟一樣 他沒有神經 為什麼會痛 因為他那個 跟肝臟 肝腫瘤有時候真的會痛 其實是因為你腫瘤已經大到 壓到外面那個膜 其實這個真的滿可惜的 因為真的三四公分 在腎細胞癌裡面 你可以做部分腎臟接觸 那如果萬一他真的位置比較不好 比較貼近血管 你做一個全腎的切除 對於他的生命來講 基本上五年 存活率率都很高 基本上不太影響 也不需要做到所謂的化療這樣子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最近剛有個個案 跟這個很像 我最近有五十七歲 其實他來的時候 就子宮有一個小的腫塊 主要是因為初學來 那我們就做一個子宮經的子宮切 肌瘤切除 結果出來是一個惡性種的 那我跟他說 你拖了一陣子 他說陳醫師其實你五年前 就跟我說要開 其實我不記得 那時候在另家樂手 然後我說 五年前我就叫你開 對啊 你說停經以後才跑出來 積留還是要小心 所以那時候就叫他開 你看你怎麼這五年去哪裡 都是老師說的嘛 我說哪個老師 算命老師 算命老師 那時候我跟他叫他不要開 因為這幾年 那時候沒初學 他就沒來就算了 這一兩年初學 受不了才來開 其實那個 還算是比較特別 型態的一種腫瘤 後來必須要做一個大的手術 所以我那一次開始 我一直在想 我應該跟算命老師 一夜合作 對 看他開的時候 就轉介他去說 其實開會比較好 因為跟他說 某某廟很靈 你要不要去一個問問 看老師的意思 他自己就說 他也沒關係 我們說 其實你五年前就跟我講 他會開 其實我們可以再溫習一下功課 就是說我們常常腰會痠 對 腰痠是真正腰痠 還是有石頭 還是說他已經有東西 怎麼去分辨他的痠痛 很簡單就可以 我們做個超音波 如果是石頭塞住 或裡面有結石器 超音波都看得出來 那種痠痛會不一樣的 對 如果他只是這些都 要先把腎臟的問題給排除掉 那如果排除掉 沒有感染的問題 沒有結石的問題 沒有腫瘤的問題 那可能就是單純性的腰痠 對 但是很多老人家 會自我合理化 昨天搬太重了 對 但台灣有一個世界第一 其實真的要很小心 叫做 那因為為什麼 除了跟他講到的 還有一個叫做 它就整個泌尿上皮都會長 長在腎臟 長在塑尿管 長在膀胱裡面 那台灣的 號發率是世界第一的 寫入教科書裡面 所以真的要是有 無通性血尿的時候 一定要大家就是提 這是一個很強的徵兆 一定要提 好 也就是一般正常的腰痠 是不會血尿 一般正常的腰痠不會血尿 不會 來 請看第二樣 最可怕的是 遇照頻出現 疾病發作 讓人超恐懼 是的 我要舉個17歲的高三女生 跟那個保仁醫師 剛剛提的那18歲一樣 都是高三 會不會痛 不知道 但是因為他們1月份 馬上現在就要學策 對 指考是7月 所以她從上了高三以後 事實上她就常常 早上會肚子痛 痛到說我不想去學校 因為太痛 可是最後 媽媽一開始以為說 她應該是 可能偷懶 偷懶不是學校 那最後是學校老師 覺得怪怪 這小孩怎麼在學校 常常會 常常會趴在桌子上 那樣好像精神不太好 老師就打給媽媽 最後爸爸帶來看病 看病因為他一直喊肚子痛 一看胃好漂亮 食道沒問題 胃沒問題 12時常常沒問題 可是他痛是真的嗎 我一直很仔細的問他 是真的痛 那我說你都什麼時候痛 我早上起床 準備要上學就痛 好 下一句要問 禮拜天會不會好一點 會 暗題應該是很明顯了 跟學校這個壓力 可能有點關係 好 那最後講說 那痛起來什麼感覺 他說痛起來 那個痛得要命 整個會縮在那邊 那自己摸肚子這邊 會感覺好像有個腫瘤 摸起來非常的硬 我們一樣超音波看一下 沒有任何問題 那個時候也不硬 那問一問 其實當時 他每天早上發生那個是 胃精卵 那個是非常非常的痛 那所以怎麼辦 因為胃也沒什麼問題 我們知道 這個還是要從神經系統來處理 給他一點那個 舒緩自律神經的藥 同時跟他講說 假設你早上上學之前 又開始出現那種感覺 他發作之前就是 胃有點脹脹怪怪的 趕快含兩顆舌下含片 因為這種藥是 等於是解精卵的藥 現在聽說再過兩三個禮拜 就考試了 我猜測了 大概兩個禮拜 考完以後 大概症狀就會完全沒事了 壓力 壓力 一個三十歲的女性 某次成會的時候 主管開始檢討各個業務員 他的業績 另外業績就是一直低迷 沒有辦法達身 就主管開始修理他 就念著念著他突然間 耳朵就一見耳鳴 過沒幾分鐘 眼前一片昏黑 突然間就倒下去了 他過了兩分鐘之後 才突然間醒過來 同事當然都嚇壞了 因為一開始中間這兩分鐘 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也不記得了 就趕快送急診室 那急診趕快幫他安排 一系列的檢查 電腦斷層也安排了 神經理學的檢查沒事 電腦斷層結果也沒事 後來診斷應該是 血管迷走神經性的眩暈 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部分因為情緒 比較容易緊張 還是一陣的壓力 刺激到迷走神經 他這裡面 迷走神經裡面 它主要是以 腹腳感神經為主 他受到刺激的時候 他的呼吸會變慢 血壓會變低 這個時候他大腦的 灌流的血液不夠 他就順便 瞬間缺氧 他就會昏過去 他不是暈喔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因為倒下來之後 因為知識性的關係 倒下來 大腦的血液 瞬間又回流回補 所以他又很快就醒過來 後來回門診的時候 他又再出現了 就他這次主要是看他的流鼻血 他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不小心 他嗶嗶嗶 因為他有便秘的問題 他移用力 他耳朵又開始鳴叫了 耳鳴出現沒多久 他又昏過去了 就因為跌倒 不小心撞到鼻子 所以回到家沒多久 有一次他又來急診 因為他耳朵又開始叫了 從此以後 他只要耳朵叫他就會害怕 所以這次他來急診 就是因為他耳朵又叫 他來急診 等了一整個晚上 他都沒有昏過去 後來到了早上的時候 急診室醫生才請我來看 一檢查發現 其實他這次耳朵會叫的關係 其實是因為他耳朵外面 有一根頭髮貼著 後就把他耳朵 耳朵上面的頭髮 把他拿掉之後 他的鳴叫聲就不見了 就虛驚了一場 所以以前常常有特異功能 他哪裡開始癢 地震就來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 38歲的一個 律師事務所的女助理 那其實她有這個 偏頭痛的這個病史 大概十多年了 那大概平常的發作的頻率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可能一天那樣左右 那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有些時候發作前 他有一個預感 這預感很特別 他會看到前面 有些閃爍的一個光影 水波紋狀這樣 而且這個光影 它會慢慢飄移 慢慢擴大 從中間慢慢飄到旁邊去這樣子 那每次這樣發生 大概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頭痛就爆炸痛這樣 所以每次遇到這個狀況 他就糟糕了 等一下又要頭痛發作這樣 那好幾次他正在開車 開到一半 又來了 那個東西又來了 因為他看不清楚 好危險 還有趕快就到旁邊 把車子停下來這樣子 好幾次這樣子 那他這樣子 反而復度大概差不多十年左右 有一次 十年 十年 十年都這樣 我們偏頭痛是 很多頭痛當中 其中一個很常見的一個疾病 那大概有一到兩成的患者 會有這個叫做 欲造型的偏頭痛 那這個欲造型偏頭痛 大部分人都是以光影為主的 可是有些人很特別 他每次發作了 講不出話來 或者是說講得不順 甚至有一個更罕見的 家族性的遺傳的偏頭痛 他是半身瘫痪 瘫痪完就爆痛 爆痛完又好這樣子 家裡面好幾個人都有這樣子 那這位38歲的女生 她有一次她以為說 反而每次都這樣發作 痛一痛就沒事 吃吃藥就沒事了 結果這一次不只半小時 她連續發作一天 超過一天 而且她發現說 這個光影的地方怎麼 看得不是很清楚 她左邊的東西看得不是很清楚 結果她就再來我們那邊看 我們就趕快給她照一個調動 糟糕 發現她的後面那個視 視覺區 大腦視覺區有中風 那後來就看看 原來這個女生她38歲了 本身又有抽菸的習慣 而且她有長期服用這個 口服避孕藥 那我們知道如果女生 年紀要超過35歲以上 長期抽菸又服用這個 口服避孕藥 這個會腦中風的機會比 人家大30倍 所以她經過治療之後 雖然她的看東西越來越好了 可是她後來閱讀的時候 還是在左邊那個一個缺角 一個小小的角 看不到這樣子 比如說她就不能開飛機 太恐怖了 結果她太緊張 就看到極光了 所以很多這個 尤其在工作場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們發作 對 這種人最辛苦了 對不對 你們開車開到一半 或者你在台南主持節目一半 怎麼辦 對 很多場合都是這樣 但是這樣生活品質其實蠻差的 因為心理壓力會很大 剛剛你說的那些毛病 會不會遺傳 我們也常常遇到 譬如說女兒過來 而且我媽媽帶著女兒過來 那我就先問媽媽 你有沒有頭痛 有 我們大家都有這樣 其實我們有偏頭痛的患者 很多的女性居多 在生育年紀的女性當中 大概可能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都是有偏頭痛的病史 那這個如果是 父母雙方都有偏頭痛的病史 其實下一代 基本上有一半的人 會有偏頭痛這樣子 那這樣麻煩 聽得懂我講意思對不對 這小孩生下來 到底會不會有這些毛病 所以現在是可以 都可以預防 因為我們也有非常好的藥物 那最近也有 新的國際上 有很好的打針的治療 例如打一針 然後可以撐一個月 打一針撐一個月 腹中醫比以前的 傳統藥好很多這樣子 滿多的使用都還滿不錯 其實剛剛所有醫師講的故事 你就會發現 我們血管 神經 五官 眼耳鼻 其實它會彼此影響的 而且常常兇手不止一個 我有一個32歲的女性 其實她從差不多 一年多前開始就注意到 她的月經週期 來的前三天 她就 害怕之後 就有點類似 他們剛剛講的那些 莫名的出現 那甚至於有幾次 在搭捷運的時候 空氣比較差 人比較多的時候 她會 然後有幾次 甚至就真的暈倒了 那其實那時候來找我們 因為她看了網路也知道 陳醫師我會不會是 金錢症候群 大家知道金錢症候群 是一個大範圍的問題 包含身體也不舒服 脹 痛 哪裡 還有一個其實叫 更嚴重的叫 因為不躍症很多一部分 是跟身心部分有關係 包含情緒波動 睡眠 甚至有暴力傾向 甚至你怎麼樣 看別人不爽 類似那一類的 那是嚴重型的金錢症候群 結果我聊了一下 其實她有點恐慌症的成分 因為她莫名的害怕 那暈眩也不是那麼單純的 金錢不悅症 我跟她說我先試試 因為如果金錢不悅症 我們婦產科的治療的方面 是避孕藥 放鬆藥 跟某些利尿劑 這個三個應該可以改善 我先讓她吃一下 她說有比較好 而且她還是那種很害怕出門 我說那你這不對 你還要找身心科 所以我後來找一個 專門跟我合作的身心科 果然她是一個 所以你知道疾病沒有那麼單一 結果她果然這樣治療 加上恐慌症的治療 那你還要加上 提升血清素等相關治療 我們雙人旗下 她後來好很多 那捷運站長幾次遇到她說 你這次現在都 不習慣她 所以很安全的過一年 按照人是這樣子 一年多穩定了 下一步會幹嘛 我可不可以不要治療 所以慢慢的 也在減量 只剩我們的避孕藥 避孕藥她也覺得 差不多我就停藥了 但隔三個月 這一天又不對了 陳醫師 我有點暈而心了 這個病會不會再復發 我就問問一下 那你月經來了沒 他說我月經本來就不太準 停藥以後就不準 當然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名言 就是不相信你的月經 我說你先願意 結果懷孕了 所以跟鏡頭不跟兵 其實她這些不舒服 是因為懷孕 但她又面臨另一個問題 那我前面吃那些藥 會不會有影響 所以安撫了很久 其實像這種 有一些身心的焦慮 情緒管理問題 遇到懷孕的時候 請一起合作 該用藥還是要用藥 不要隨便停藥 要不然你的病情會發作 結果她整個孕期 我跟身心科一起照顧 她其實還是繼續用藥 也沒有再發作過 就很順利的生完了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同一個症狀 不一定同一個病情 剛剛他們幾個講的 也是類似這樣 第二個 所有病 也不要期待一個醫師 幫你搞定 有時候她可能 要幾個醫師一起跨 跨行業的合作 光是一個金錢症候群 大部分就是女人 就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態 那像我呢 因為剛剛講到就是徵兆 預兆 我是只要就是肚子痛 我就會覺得很煩 對 我只要肚子痛 一點點痛 我就會想說完蛋了 我會不會待會兒要痛到 要進急診 因為我曾經是有 對 我之前就是 只要有一點點痛 然後如果我想說 去上個廁所看看好了 看會不會是想要上廁所的 那種肚子痛 結果蹲一下發現 沒有要上廁所 我就想完蛋了 我可能待會兒會痛到不行 因為我有幾次是因為這樣 然後送到急診 是痛到沒辦法站起來 要人家就是用浮的 用抱的去這樣 然後後來才發現 我有急診症 所以我的那個金錢的一個 疼痛感 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也只能就是說 好像就是有點要 肚子痛的時候 我就要先吃止痛藥 不然的話 他就會很痛很痛很痛 一定要先吃 等痛點吃都來不及 對 因為不然其實到醫院 也是打止痛症 對 那我之前遇過一個 六十幾歲的伯伯 那他還滿好玩 他第一次心肌梗塞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是天氣變冷 然後他也沒有覺得 胸口很不舒服 然後覺得怪怪的 好像吃太多撐著這樣子 但是他就覺得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 在家裡面休息一下 睡一下就好了 結果他就在家裡就昏倒了 昏倒被送到醫院來 結果後來診斷是心肌梗塞 放了兩個指甲 那我看到他是第二次 第二次我就問他 他就說他覺得 他好像心肌梗塞快發作了這樣子 然後就進來 然後我覺得 你怎麼會覺得你心肌梗塞快 他說 他說他跟第一次一樣 覺得全身無力倦怠冒冷汗 我說他胸口會悶嗎 他說其實還好 可是他第一次也是這樣子 結果那一次真的 然後之後他就變成急診的常客 就是他只要天氣變冷 像最近也是 天氣變冷 或是他覺得特別累 然後又冒冷汗 他就會跑來急診報到 然後問題是他又有糖尿病 你知道嗎 有時候他餓又會冒冷汗 所以我們有一段時間 其實常常在急診看到他 對 可是他來急診 他也不是刮 他就坐在急診後診區 有時候後診區坐滿人 然後坐在廁所外面那個椅子上 你有時候去上個廁所 阿伯你又來了 怎麼不算 我還好 我再觀察看看 自己看 就在醫院比較放棄 然後他只要天氣變冷 或是他覺得他今天特別累 或是他覺得有點冒汗 他就會跑來 Standby 對 報告到後來 我們的那個警衛跟傳送大哥 都會跟他聊天 還是被椅子這樣子 他沒位子 我們還有椅子坐 對啊 可是他就是 因為他說他也沒有胸悶胸痛 他就是每次就覺得無力而已 所以他也沒辦法 他就覺得 反正發生什麼事 反正我多的是時間 我們先在那邊坐一下 好 接下來討論第三藥 最可怕的是 疾病難斷根 病症反覆循環超腦人 前面尿科裡面有一個疾病 男人真的非常討厭 然後他只能被控制 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 他長時間比較久坐 那這個東西他痛起來 據他們的形容 就是慧音部那個地方整個 好像抽筋的感覺 對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產生在說 你剛上廁所的時候 上到一半 或者是剛上完的時候 整個那個精卵抽筋的感覺 就突然間肛門口的前面 前端那個位置 突然間收縮起來那種感覺 你打噴嚏會這樣 對 有些人就是會 特地的情況之下 會誘發出來 我知道那種疼痛 對 那種非常痛 打完噴嚏會扁腳 有沒有 你撥你的好真實 在淡淡跟肛門中間 肛門中間 對 那叫肺炎體那個地方 找不出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對 那叫無菌性的 慢性攝護腺炎 那他就是 他不是細菌所感染的 所以這個病人 我們做了很多檢查 包括說咽尿的檢查 沒有細菌 那做肛門植診一摸 雖然會疼痛 但是不像急性攝護腺炎 你可能他自己抽完筋就好了 對 但是像瓜哥 可能偶爾才發作一次 那這類的病 你剛剛講的二十到五十嘛 對不對 對 對 然後他疼痛的分數 一般就是零分不痛 十分最痛 他們一痛起來 幾乎都是八分以上 對 那瓜哥可能偶爾才一次 那七分多 我翻過分數 有些人就是每天 或者是說真的 太頻繁 然後痛到他沒有辦法 去上班的都有 對 那檢查完 當然就是都找不出原因 或者後來就歸類在 無菌性的慢性攝護腺炎 那這個只能夠控制 大概就是我們就 即興啟用一些抗生素 然後再來就是 攝護腺的藥物 讓攝護腺放鬆 那會造成這樣 是有什麼 是少運動呢 還是說坐太久 還是 一般就是 對 或者是 維持同一個姿勢太久 那或者是 曾經過去那個地方 攝護腺感染過 或者你躺在那邊看電視 看太久也會 對 或者 它其實你把它 視為它就是一種抽筋 對 它就像耳皮尤科一樣 就好像過敏一樣 但是這類病人 會常常一直回來門診 一個30歲的男性 他最近來求診 主要是 比較困擾的是 這兩個禮拜 他過敏因為換季的關係 又天氣冷 最近寒流大爆發 他過敏的程度變得非常嚴重 鼻塞 流鼻水 甚至這兩個禮拜 都還會有一些 氣喘發作的狀況 他提到說 他以前已經好久沒有氣喘過 所以他把那舊的噴劑 拿起來用 效果都不髒 所以不得不就只好來就醫 那我們幫他安排了 一系列的非工人的檢測 然後過敏炎的檢查 後來發現他非工人也還好 請他坐下來 跟他解釋說 你對哪些東西過敏的時候 就第一個初步就看到說 他對塵蟎果然非常嚴重 我還有四個家 這麼嚴重的過程 那就告訴他說 你的環境 尤其是你睡眠的 像貼身衣物 棉被套 枕頭套 一定都要定時把它換洗 這時候才提到說 其實我女朋友對我很好 他最近才剛幫我買了 一套新的寢具 接下來再慢慢往下滑 滑到羽絨的地方 OK 你也是四個家 所以你的一些特殊的 像一些鳥毛 然後是像我們的一些衣物 上面只要羽絨成分的 都要特別避免 沒想到他女朋友幫他買的 就是買這種羽絨成分的 然後接下來才提到說 難怪醫生 難怪我跟他出去約會的時候 因為女朋友交代我一定要 穿那羽絨衣特別保暖 所以我跟他約會的時候 不得不穿上這愛的小禮物 所以我每次發作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跟他在約會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回去 就好好地跟他溝通一下 不然你就回去 還是要跟他女朋友講一下 最後把這些衣物 通通都換掉 寢具也就換掉 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要回來說 醫生我這兩個禮拜 連噴劑吸劑 所有藥物都沒使用 所以這種過敏原 其實過敏的醫生 在醫療端 你說要把這些過敏的症狀 完全根治 真的是很難 大概就是你發作的時候 給你一些藥物 給你一些幫助 但是我們能夠做到 就是盡量減少這些過敏原的接觸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全家 就包含老公我 還有小孩 我們都有很嚴重的 就是換劑問題 會就是 一直打噴嚏 流鼻水 甚至會咳嗽 但大家知道 現在很敏感 所以每次只要一咳嗽 旁邊的人就講 甚至有時候 跟朋友出去 他們就會說 你小朋友一直這樣子 醒鼻涕 然後流鼻水 是不是感冒了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因為我們會癢 就真的到處 就全身都很癢 然後我自己也會抓 自己抓我會克制 但我們家小朋友 這沒辦法 他是抓到大的 抓到 破皮 對 整個破皮 然後流汁 然後 對 就是你看他的手 你會很心疼 然後小的 他是只要一道換劑 他的臉這邊一塊 紅的 過敏 皺皺的 然後那個紅到人家說 你們家小朋友 臉上有抬劑 就這麼紅 然後我知道 我看了就是很心疼 對 然後就帶他們到處 就是找醫生去看 然後醫生就說 你們要就是 客製孩子的飲食 不要吃牛奶 蛋 就是環境的清潔 也是醫生說很重要的 就是平常孩子碰到的 所有東西 沙發都要定期清潔 然後包含孩子的那種棉被 枕頭 床包 都是幾天就要再洗一次 然後那個濕度都要控制住 還要 還只要運動 但其實醫生是說就是 最根本的還是要 因為你說這些 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都是外在的 它可能會隨著環境會變化 但是你體內的東西 就是體質保養好 才是最重要 然後我就去搜尋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真的去 調整你體質的 結果我發現 有一個孩子很喜歡的東西 叫做 乳酸菌居然也可以調整體質 然後我後來 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嫁去日本 然後他就跟我介紹 他說有一個 非常非常紅的乳酸菌 就是這個 這個乳酸菌 這個品牌很紅 大家一定知道 因為它是 日本知名乳酸菌類飲料 它的大廠所研發的產品 對 所以是日本原裝進口 而且它裡面 不含日本以及台灣 衛生署核定的過敏原成分 所以其實大人跟小孩吃 你都會覺得很安心 對 它其實就是淡淡的 淡淡的香味 有些人覺得 可能沒味道 有些人覺得淡淡的香味 但我覺得最主要是 因為它很小一顆 所以你就是洗淡很少 像這種東西 你就是要定期補充 然後我是 我全家都在吃 然後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跟孩子 吃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發現真的 在換季的時候 不會就是又出現一大堆狀況 不會這麼誇張的反應 然後 孩子喜歡吃很重要 像我家的孩子 我自己就是 剛開始給他們吃這個 然後我到了後來 我就發現他們有出小朋友的 然後我拍給我家小孩吃 對 它葡萄口味的 你知道我家小朋友居然是 葡萄口味的 對 他們是會到那個時間點一到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規定了一個時間 你比較不會忘記 對 但我家小孩不是 時間還沒到就來排隊 媽媽 今天還可以吃這個 對 很棒 這兩個排隊 然後就零 其實小朋友主動來就是吃 你就會覺得 每天來補充 真的才可以做到 就是體內的保養 而且以前我們家那個 到了那個換季的時候 那衛生紙多誇張 是這樣狂抽 早上起來大家講衛生紙的那種 現在終於可以到 省一些衛生紙錢 其實最主要還是因為看到孩子 不會再那樣不舒服 你會覺得 其實安心很多 而且他現在就是你說 上網買就有了很方便 對 所以就覺得很棒 而且像你家中有孩子 這種乳酸菌的東西 其實就是家中常備 就一定要的 所以就家裡補充一包 然後孩子喜歡吃 然後媽媽也樂得輕鬆 就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對 秋冬換季的時候 確實是很多過敏的問題 最近在門診也碰到一個 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也是 每天早上就是流鼻水 流到這個讀書就是沒有精神 吃抗組織胺吃到昏昏沉沉 結果媽媽就帶來看 我看到 醫學系三年級 你不是學醫的嗎 怎麼來看病 他說沒有啦 藥理學還沒有學很多 我跟他講說 其實抗組織胺 有分短孝跟長孝 白天吃長孝的其實還好 治療的時候不會想睡覺 那晚上反而吃那個短孝的 還可以幫助睡眠 那我說你這種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總是平常要看怎麼預防 最好是不要發作 所以現在冬天 第一個 早上起床 衣服要立刻披著 不要嫌麻煩 披一下 不過溫度下降一度 你的免疫力都下降13% 很快 那第二件事情是 冬天那衣服拿出來 從櫃子裡拿出來 每一件 最好用吹風機都吹過 否則熨斗也要燙過 因為怕有 這件一定要做 那第三 就像蘇宇剛剛講的 必要的時候 其實把腸內 整個體內的免疫力調好一點 吃一點這乳酸菌會有幫助 其實我們腸胃道 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 是在腸道 所以當你這個免疫細胞 有平衡不好的時候 就可能會誘發反應 那我們這個T細胞 有分成H1 H2 假如說H2太多的時候 就會過敏 所以不得已 就像這個L92益生菌 事實上研究發覺說 它可以讓這個H1跟H2 比較平衡一點 那對這個過敏症狀 可能會有一點幫忙 我們益生菌一般 都是做動物實驗 但是有一個日本學者 在幾年前他做這個研究 他找了大概49位 因為有換劑問題的人 他在做了這個研究 25位吃到L92的益菌 那24位吃到安慰劑 那這樣連續吃8週 我們就發覺說 事實上在第二週以後 慢慢的他的症狀 就有獲得一些緩解 所以假設有這些 換劑問題的人 事實上除了用藥之外 不妨也可以吃這些乳酸菌 來幫忙調節一下 其實我們念那個中國歷史 知道這個 當你國土強大的時候 什麼匈奴 鮮卑這種 比較不太會來犯 對 對不對 我們身體 像體育這樣嗎 我們身體很多病 今天看 它是沒法治癒的 但是又很難發現 那你國力要強大 就是表示你的抵抗力夠大 他就不敢來犯 所以能和平共同 那你這個 如果你的體質很爛的話 他就給你吸一下 你有沒有 對 這種鼻翼應該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我們讓我們的抵抗力 也要變強大 對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